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一下修行门戏 今天开始继续讲第十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 切磨贪欲诸罗 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真正的作为修行人来讲 最好不要贪知世间的快乐 来度过自己的生活 否则的话 自己的修行不会成功的 三知识丧摩瓦见到世间之人 为罢发而兴劳劳碌 不由得触摸心坛 大尊者桑摩瓦的解释 桑摩瓦的整个生平间接 我们每一篇下面有一些小字 希望你们也是看一看 这些大德从盖登派的一些教法和传承当中 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佛教很有贡献这样的人 他们看见世间上的人们 整天都是为世间罢发而忙碌 所以他特别感叹地这样说道 世间罢发对于我们世间众生而言 是极为普遍的 确实世间罢发当然从来没有学过佛的 世间上这些人们的行为更不用说了 他们从来都是不懂这个道理 什么叫做世间罢发他们也是不懂的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成立在世间当中的修行人来讲 也是世间罢发还是极为普遍的 就是上至大法座上的一些高僧大德 下至在街上的一些乞丐以上的 凡是信仰佛教的 只称为自己是佛教徒 自己是修行人的 这些人的行列当中 可能是真正成立于世间罢发 希求世间罢发的人的众数相当多的 所以是非常普遍的 其中对快乐的追逐更是普遍水土 而知众生的共同行为 尤其是在世间罢发当中 其他的七种法当然大家也是特别有兴趣的 但是其中是希求快乐的 不愿意痛苦的 尤其是自己想获得快乐的 这样众生的行为可以说是普遍水土 也就是说从天上到地上 编满整个大地 对快乐的追求 对快乐的追求可以说是在所有的修行人当中 编满整个大地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想我们很多修行人也是 尤其是对名声 对他的赞叹这些都是不是很执着的 但喜欢懒惰 喜欢快乐 自己不管怎么样自己有一点财产 有一点能力的时候就开始修很好的房子 然后在房子里面真日不出来 一直享受比较高档的生活 就觉得现在没有能力的时候就没办法 有能力的话现在我们学院也是这样的 以前当然全部来讲肯定不是这样的 但由个别的修行人来讲 以前可能最方便的条件不太具足 现在具足条件的时候 就是开始把房子装修得特别特别好 然后什么念经 听课 什么都不想参加 然后里面整天都是享受快乐 在寂静地方享受快乐 华智仁波切在粮缘购物当中 专门播出这种人的行为 你在寂静地方希求快乐的话 这不是修行人 就是专门播出过这种人的行为 所以尤其是我们世间人当中 追求快乐的人相当多的 这也是很多人的共同行为 对于一次大地上 所有的众生都在为自己所吸引的快乐 而动本细泡 足以颠簸 确实我们在整个大地上的所有的众生 可以说是所有的众生 在细细然然的人群当中你如果去看 或者你到街上也好 在火车里 在飞机里 不管是哪一个场合当中的这些众生 大多数的人全部都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快乐 而细细然然的 都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动本细泡的 我们不行的话 有时候你们自己也是在想一想 比如说你坐班车 里面有三四十个人 看看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目的就是要向自己获得成功获得快乐 这样的目的 然而在世上都是 成家三万个人集聚在那一起 那么这些人的心里面藏着什么呢 心里面就是想我要获得快乐 因此耕耳琼尔也是他为什么说 什么没有眼睛的蚂蚁也是为了快乐而奔跑 然而是没有四肢的蚯蚓也是为了快乐 种子世间上的人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奔跑 所说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根本全部打的也是有些道格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其实一切快乐的根源都是潜伏着痛苦 所以我们不应该面对快乐 心欲开会 遇到痛苦的时候也不应该是灰心上气 所以实际上大家应该用智慧来观察 所有的快乐的根源 因为我们在三界轮回当中全部是所有的快乐 它的本体也不离辛苦 这一点中观《四八论》当中 为什么说一切法 一切感受结为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原因讲得特别清楚 我很希望我们心的意念当中也是 我们很多人应该是认识到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众多经典当中说 一切感受为苦 一切心为苦 这个原因在《中观四百论》的前几评当中 讲得非常细致的 因为快乐的根源就是痛苦 所以我们遇到一些快乐的时候 不应该特别欢喜 然后遇到一点痛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伤心的 因为世间人他根本不懂我们生活的本体是痛苦 所以他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痛苦 比如说他家里的人生了 或者是他的身影告不上去 或者是他已经名声上受到一些违缘了 在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没有勇气站起来特别痛苦的 但不应该这样的 为什么呢 轮回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轮回的本性已经显露出了 我们对此有什么苦手呢 不应该有如实的痛苦 如果是为了今生的快乐而花费大量的损失 甚至不知手段 势必埋藏自己的耐势 如果我们有些人为了今生的快乐 花费大量的心力 花费大量的时间 花费大量的勇气 一直是不知手段 就是各种方法来开始为了维护自己的精神的快乐 那么这些人一定是自我埋藏 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耐势完全都已经埋藏起来 坏坏了自己的耐势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精神的快乐是非常短暂的事情 如果你把所有的勇气用在为了精神的快乐上 那么这个修行人是真的很惨的 我想我们很多人上师三宝的加持 现在知道自己的修行方向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修行人到底是该怎么做的 我们的目的是 希求一点精神的快乐 还是希求一点神通神变 还是为了乃至生生世世为众生的利益而分发 而努力 到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目的都搞不清楚 整天都是在这里苦行 有什么用呢 就没有什么用的 但现在确实你们也可能在外面的人群当中也好 修行人当中很容易看得出来 为什么呢 也有可能有些高僧大德和诸佛菩萨的化身 但是也有一部分 相当一部分的人 就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希求精神的快乐 然后打着修行人的气候 欺骗了无量的众生 这样的业果 确实来世也是怎么样 大家都可能可想而知的 因此我们作为在座的人 所谓的修行 并不是什么至上谈病 并不是口头上说的调言话语 不是这个 主要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能不能发真正清净的愿 如果发了清净的愿 即生当中 虽然你没有修成什么佛 也没有修成菩萨 也没有获得了什么洪生持命的果位 没有得到这些果位 但是你的心的相续当中 真正是撒下了非常好的种子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认为 我们贪知精神的快乐 我以后有一个很好的房子 我过着非常美好的生活 这是几十年的事情 很短暂的 我都有时候这样想过 现在我们一般的很多修行人 跟我年龄差不多 但如果没有大的违缘的话 你活到五十岁 活到六十岁的话 现在在人间活着的时间有多少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在世的时候 经常对我们寿命无常的观修方法 我如果能活到七十岁 我如果能活到六十六岁 一直是给我们传讲无常的观念 但后来真正已经现实了 已经现前他老人家所说的有些无常的法 因此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今生希求快乐 是不是我们的修行目的 首先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修行的方向 修行的方向已经定了的话 在自己的行为当中已经知道了 比如说我是去拉萨的人 我去拉萨的人的话 那么拉萨途中的这些事情 只不过是途中的一种顺缘而已 实际上是比如说我在这里赶子写一晚上 这不是我究竟的目的 今生的快乐相当于是这样的 因此作为我们修行人 应该是跟其他人 世间人很多人都是不懂 什么叫做佛法 什么叫做修行 我们一直善知识 而且一直这么好的论典以后 首先是把修行的方向已经要搞定 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困难了 如果像这样的贪图快乐 幸福 这无论是修法还是做世间的任何事物 都是追求精神 成立世间八法树木称光之徒 我真理想得非常清楚的 如果我们贪得精神的快乐 那么这样的人的话 不管你是表面上修得再是身高无上的法门 或者你做任何世间的事物的话 那么你这种人肯定是成立世间八法的树木称光之徒 非常可怜的 没有愿见做事的这种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发心非常重要的 让自己的方向高定的话 对精神的贪求 觉得不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在别的地方 有一个很好的房子 或者是在房子里面好好地装修 装修以后 自己好好地里面睡懒觉 这些认为是 这不过是暂时我们作为凡夫人的话 这个休息的地方还是必用之一 除此之外没有大的事宜 应该是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懂这个道理的话 稍微有一点经济的条件 能力 这个时候现在我已经发财了 以后真的 我现在很了不起的修行人 所谓的修行人 好像修财人一样 该修的自己的心不修 该修的财富 财富已经修成了 财富修成了以后 自己认为是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 我真是很了不起的高僧大胆 你看我有这么大的财富 现在很不错了 如果这样想的话 我们的行为完全都已经颠倒了 自己也都可能不一定知道的 应当大家圣舍 后人也应该以此借鉴 应该为此做教训吧 现在我们修行人 贪执今生的修行人 不是好修行人 不管你有什么名声的人 表面上你是苦行者 奢侈者 或者你是瑜伽师 或者是活佛 堪布 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有什么名声的话 这个我们不管 暂且不管他了 但是你看你的内心当中 有没有希求来世解脱的 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心 你没有这样的心的话 表面上怎么样装 就是有成千上万个 什么五光尊在 大圆门心心心虚里面说是 你眷属像昆虫一般的 成千上万个眷属再多的话 实际上你的心的相续当中 没有这样的定解的话 那就不是真正的修行人了 因此我们作为后人和所有的修行人 应该维持借鉴 深深思维 避免自己也是踏上来 别人走过错误的道路吧 我们现在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旁边的很多人 有些是真正的修行人 看到他们的有些事迹和传记 真的非常羡慕 我们都做不到 特别特别羡慕 然后有些人做得特别不如法的事情 前一段时间 他们有一个巨师来到我们舍大的时候 就是说在他们那边 说是他的金刚上师 然后他一直很不容易地到这里来 然后他也可能化缘 要做很多寺院 做寺院里面的修金堂 化缘 化缘以后 他们也给了很多钱 后来他们准备看他了人家 来看这里的时候 首先他们到寺院里面去了 有一个事迹高速的 报他的车到寺院里面去了 寺院里面去的时候 根本在寺院里面 没有原来他在外面所说的那样 根本没有什么修建 然后他们都很伤心 他们一直打听 我们的金刚上师在哪里 后来听说是在监狱里面 大家在监狱里面 他们特别的失望 回来的时候他们给师弟说 我们对他供养很多 不如供养你的好一点 供养你的话 看来你家里也是有家人 有孩子 条件也不太很好 对供养你的话 不称供养的功德 虽然不称供养的功德 但是可能称布施的功德 我那天特别特别后悔 说是我的上师 但是大家已经在监狱里面 他就特别失望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 尤其是韩人 依止善知识的观察能力没有 观察能力没有 首先盲目地去崇拜 供养 当然我们在座人都是没有什么 可能供养的钱财 但是很多人盲目地 根本不知道他是到底什么身份的人 就是听说别人讲得特别 吹得特别特别好的话 然后马上去供养 去依止 然后依止的话 到底在他的身上 能不能学到什么呢 不说是佛法 世间的一些高僧的行为学得到的话 也可以的 我们的一些世间的一些高等老师 和高等学校里面的一些老师的话 对这个世间法讲得非常好 但如果这个世间法讲得很好的话 最少也是在可能不会做一些违法滥迹的事情 但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确实写事写法纷纷 因此有时候自己应该善加主义 遇到一个正法和遇到一个真正的上师 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这样 这些人不叫修行人 这叫做是所谓的佛教的贝类 也就叫做毁坏佛法的愚痴者 所以我想很多地方 现在这样的人可以说到处遍布蔓延 有时候希望大家还是应该善加观察 因此我们以后 我昨天跟有些闻思作众的这些人也讲了 希望你们闻思以后方向要搞定 一定要方向搞定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以前我们学院里面有些人闻思过多年 然后后来稍微自己有一点钱财的时候 帮助其他的喇嘛和其他的人到汉地到别的地方去 帮他们化一点愿 帮他们做一点事情 但这个也许是个善事 也许不一定善事 我想说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自己在心里面 获得的这些佛法方面的教言应该是传给 传给这些可怜的众生 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建立一点佛法的中心 佛法的道场 佛法的一些寺院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他们交流 这一点我认为是我们的方向 因此希望你们也是以后在这里有一点素人 你也不观察 这样那样的人全部带到城市里面去的话 他们都是可能会暂时发财 但是暂时发财对这个人是有利还是无利 你自己也想一想 他的相续当中 连一个真正的悲心和出离心都不一定存在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通过你介绍 在别人面前获得一些财富的话 对佛法有利 但是所谓的佛法我觉得不是化缘 以前这个宣话上人是怎么样讲的 现在大多数的人要么化缘 或者做灌顶很好 你如果是真正的一个善知识 灌顶的话 上师也是非常慈悲 非常了不起的 很多大德是应该灌顶 但是很多有时候是不是相识的观点也要观察 所以我在这里也不是怨恨任何人 但是有时候看见我们弘扬佛法的人物也比较重 再加上当前面临做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还是非常多 因此有些人根本搞不明白到底什么是法 法的话可能是如果得到一点点钱 在居士书里面得到一点钱 这就是弘扬佛法 不是佛法 所谓的佛法教法和正法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所谓弘法利生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这就是弘法利生的结果 因此我想藏地以前也是很多寺院还是很寂静的 现在也保持这样在经济上不是很重要的 并经济上如果利息需求 作为藏地来讲我觉得这不是佛法的中心 因此以前我们学院里面的有些个别的道友 他就出去了他就出去一直一些上师 一直一些上师的话 后来一直把他们向法刺这方面下功夫 前一段时间我跟我们几个堪伯也谈了一下 以前这个人在学院里面的时候都是很不错的 然后听说出去了以后 整天都是这位上师到这个地方到哪个地方去 后来真正他自己相续当中 他自己现在是已经成了缝缝点点的了 他自己因为多年没有闻思 不管你是藏族人还是汉族人 什么样的民族的人 多年没有闻思的这些人的话 他的行为很快的时间当中会受变化的 在这里长期闻思修行的人 他的言行举止各方面讲非常如法 因此希望你们最好不要闻思 闻思断了以后 可能还是很可惜吧 我是这样认为的 闻思断了以后我们有些行为非常不如法 自己应该注意 是这样面对痛苦和快乐的人 人们总会暴露出信心舍舍的心态 我们因为很多人不懂什么是痛苦 什么是快乐 尤其是世间人们 他们面对痛苦和快乐的时候 人们总是暴露出信心舍舍的一些态度 如果造思梦想年年不忘的快乐 心盈利 让人自己不能普足 人们就会迫不及待地生起这样的贪恋 比如说我们造思梦想日日夜夜想着的快乐 得不到 一直抓不住快乐的话 人们迫不及待 特别特别着急 迫不及待地生起这样的念头 他生起什么样的念头呢 如果快乐能从天而降 与我相遇 那是该多么伤心惧疑的事啊 他这样想了 哎 这个快乐 这是我们很多世间人的忆念 我们这个修行人跟世间人的忆念很多地方 当然认识本体的人来讲 肯定有很大的差别 不认识的人来讲 当然这个可能跟世间人没有什么差别 我都有时候想我们这里 九母也好 南无也好 有些人一直不闻思 坐在这里 但这样的话真的很可惜 佛教当中是对着痛苦和对着执着的有这么好的描远 一直不享用自己旁边一直辗转痛苦的话 真的很可怜的 那么世间上的人们当他没有遇到快乐的时候 心里都特别多么有希望 就是所谓的快乐快乐来的话 比如说有些人身体不好的话 我的身体好一点多么好 或者是我有多么很好的财产 这方面特别有希望的 如果快乐只是一层定居 人们就会认为 这是多么令人欢喜的事啊 进而对现有的近况 产生强烈的贪执 如果快乐的事已经获得了 人们都认为 这样的快乐是真的非常欢喜的事情 然后对他产生强烈的贪执 所以在这里对快乐分析得非常细致 因为前面我们对祈求名声这方面都是没有特别的分析 他这里世间爆发当中的所谓的快乐 我们也是这样吧 以前上师如意宝的现象上也是这样讲过 世间爆发里面快乐是最困难的 自己有吃得好一点 穿得好一点 然后身体不要生病 这也是个快乐 然后来世的时候 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快乐 但是这样的快乐暂时就没办法断掉 我们作为凡夫人说话 肯定很困难的 但我们要认识人们的痛苦 就是希求快乐当中获得的 如果莽名以求得快乐 幸福快乐 果正如也而知 生起了但愿这一切能与我 长相伴随 因不分裂的 不愿失利的贪执 如果自己莽名以求的快乐真正已经到了 他就不愿意离开这种贪执的心 也是自然而然生起来的 如果曾经体恋过的幸福快乐 如今杀手而去 人们就会对往昔的快乐幸福 再三 惠意 惠惠 有些人快乐就是杀手而去 快乐的话 自己以前所享受过的快乐 现在都已经没有的话 那么对快乐的幸福一直再三的思念 再三的惠意 在醉意当中产生 渴望重闻昔日旧梦的强烈贪执 那么他在醉意的过程当中 渴望重闻昔日旧梦 意思就是说 他就特别特别希望再享受 以前他所享受过的这种生活的经历 比如说有些富裕的人 他以前是生活非常富裕 现在沦落到贫穷的生活 这个时候他就心里特别希望 哎 我以前有多么好的生活 我们有时候也可能会这样想 人们因为特别贪执 我们今年夏天如果来了的时候 如果你到扫巴子的地方去的话 哎 以前上师在的时候 我们多么快乐 如果再来一个这样的生活场面 很多人可能很有重闻昔日旧梦的贪恋 但实际上我们贪恋所持的 如果没有执著的话 这方面的念头也是没有的 这也是实际上是一种快乐的追求 这是从快乐方面进行剖析的 然后从痛苦方面也可以照样分析 人们对痛苦确实畏惧特别 死若出敌人们谁都不愿意 除了有些真正的高僧大德 和诸佛菩萨的化身 他遇到痛苦的时候不一定想避免 不一定把他看成敌人那样的对待 但作为一般的凡夫人来讲 上至皇宫里面的皇帝 下至七个以上所有的人类 他们也是想远离逃避自己的痛苦 想获得快乐 如果痛苦不招二者 就会产生希望痛苦没有出现的愿望 即而对远离痛苦产生强烈的渴求之情 对这个痛苦的话 如果没有得到痛苦他就特别高兴 希望最好的是永远不要得这些痛苦 如果没有痛苦出现 就会产生没有痛苦是多么可信如意 千万不要让痛苦降临到我土上的窃窃至亲 他们也会产生这样的 如果痛苦没有出现的话 他想没有痛苦是真的多么很好 我们有些凡夫人生病的时候 两三天没有生病是多么好 多么快乐 你看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很好 昨天晚上我都睡得很好 觉得以后每天晚上都是睡得这样的话 真的多么好 千万千万不要疼痛来到我的身体上 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执着的 不可能的事情 众生的夜里前前 佛陀的殊胜处杀也是不能救护的 因此一般的凡夫众生有这些贪执 有这些贪执的所有的甘愿就是我们的使者 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 我想是有时候还是以后方便地说 应该讲一讲大圆满虚幻修行 我们把所中所为一切事物看着虚幻 没有大的食指的话 恐怕自己旁边的亲朋好友全部死了也不会哭的 然后自己亲朋好友全部都变成国家总统的话 也无所谓的 短暂的人生当中 这样的游戏和戏论肯定是正常现象的 因此他的心的相续当中不一定是产生极大的痛苦和快乐 可是我们现在对万事万物 该执着有的东西根本没有执着为有 不存在的东西反而执着为是存在 所以我们全部都已经发疯了 为什么说无诸菩萨呢 说是无腹痴狂满天下 是吧 为什么这样想呢 原因就是说我们本来饮有的 自己本来具足 比如说从疗义的角度来讲 是每一个众生具足如来藏 我们认为众生没有什么佛性 根本不知道 本来存在的因果不虚 三宝的价值 这些我们认为是 这些都可能不存在 然后本来根本不存在的 像我 痛苦 这些本体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反而执着为我肯定存在的 痛苦存在 我好苦啊 这个是很痛苦啊 然后什么都去执着 所以我们众生真的是 跟精神颠矿的人没有什么 尤其是凡夫人 为什么很多经典当中 凡夫人比喻成精神颠矿者 为什么这样呢 原因就是我们这些人 有的东西反而执着为是没有 没有的东西反而执着为是有 所以我们的特点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特别特别痛苦的时候 你应该观察他的本性 不应该痛苦 没有什么可痛苦的 然后你觉得特别特别快乐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可快乐的 这个不是什么快乐 因此我们现象上的一些事情 稍微有一点境界的 有些人真的很问的 比如说我们刷把子 特别特别 大家特别开心的时候 他也是保持 也不是什么很快乐的事情 到那里去挑一挑 然后换一个衣服有什么精彩的 有什么可快乐的 有什么小的呢 没有什么的 然后他的父亲死了 母亲死了 特别痛苦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特痛苦的 所有的众生只不过是暂时集聚一趟而已 所以所谓的家人和亲友 也是只不过是暂时的一种迷乱现象而已 他也不痛苦 然后在自己的心保持稳固的境界当中安住 这一点也是一种修行的境界 如果快乐 痛苦都没有参救自己的身体 没有纠缠自己 就会产生安于现状 患得患世的自作自情就会产生 因为现在凡夫人没有痛苦和没有快乐 他还是有一种患得患世的心态当中 就一直是不能离开 害怕得不到 害怕这个都已经失去了 我们总是这样 整天都是患得患世当中 哎呀 我可能是不是快乐得不到 也就特别特别地伤心 然后是不是我的快乐会失去了 是不是我的现有的快乐 会不会痛苦降临 得到我的头上来 这方面的患得患世当中 整天都是我们度过自己的 所以真正的闻世修行人的话 那么生活上的这些所谓的执着 应该要断除这个意思 简而言之 无论薪水荣苦 何等现状出现 人们总是被各种各样的贪婪 执着所积架 不管是怎么当你快乐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或者是薪水的时候 或者是穷苦的时候 荣华富贵的时候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症状人们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贪婪 他贪婪的这种方式可能是不同的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贪婪已经控制住 这些现象都是追求今生世间八法的变形事业 如果有人说什么是世间八法 世间八法当中快乐的变形事业 应该是上面所讲的 我们有时候特别特别痛苦的话 实际上是这个人的心里 还是祈求世间八法快乐的心态是相当严重的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快乐的话 那么说明这个人的心里面还是有世间八法的 希求快乐的念头比较占的部分相当多 因此应该自己还是要观察 所有的世间八法当中快乐的心 高僧大德们也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办的 因此在这里坐着也做了一些婆媳 那么如何才能加以自信呢 让以上的情况不复出现呢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分析以后呢 上面世间八法里面的快乐的心体呢 在经常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不要想它出现 这有没有什么良药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应该是有的 入背往修这样说的 谈相佛陀同等死即可成为利贪者 谈相和佛陀同死者出现在你的身体上的伤害 你没有嗔恨心 没有贪心的话 这叫做所谓的利贪者 这是佛经当中也是经常有的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以前道德什么样的境界呢 他的亲生的儿子罗后罗 就是他的亲生的罗后罗后 然后经常对他造为缘的菩提大多两个的话 一点也是没有差别的 就像自己的左眼和右眼一样来对待的 然后有些人用佛子看着他的身体 旁边有些人用碳香腕开始涂抹他的身体 但他自己根本对涂抹碳香的人 我们的话可能不是这样吧 旁边有一个人恶与重伤的话对这个人恨之受过 然后旁边另一个人给你供养大量钱财的话 那么对他就是慈悲色素的 那这些人说明不是利贪者 巨贪者 反过来讲是巨贪者 因此真正的利贪者为了自己 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痛苦和快乐 别人对你恭敬怎么样宽待你 怎么样接待你 怎么样对你恭敬和供养的话 他也是对他没有什么大的自主 然后别人怎么样害你 天天都是打你 骂你 说你 但是他也根本不会对他有丝毫的嗔恨性 这就是圣者的境界 我们有时候也想这个人是不是圣者啊 很了不起 别人都是骂他 说他的话 他都根本不怀恕 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 是不是圣者 利贪者 平时我们说话当中也会有这样的 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人有前功地 用碳香粉为其他的身体 一方涂抹也是不会生起鱼语 他就不会生起 你这个身体上整天都是用碳香纹 因为印度一般碳香纹是最上品的一种涂抹粉 这样也不会对他生起贪欲和欢欲之心 然后在身体上另一方别人用佛陀无情地看皮 也不会生起脑痕 也不会对他生起毁恨 如果能到达这种境界 再不能今生出现成本利顿等 何种现象的这些场面 都会对世间八法持平等意味 如如不懂心态 那么在你的今生当中 如果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 无论在事业上也好 或者你的修行过程当中成功 失败 或者暂时获得利益和损害等等 什么样的成败利顿 但是你的心还是如如不动的 不被世间八法的风吹动 所以原来有一个台湾写一个我的介绍里面说 不为世间八法所得我都特别特别地生起 这个人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一个汇报 因为世间八法不动的话 这个境界是相当相当高的 不要说我是世间八法 世间一法动得摇摇欲嘴 真是马上要倒下去 如果一个人赞叹的话 高兴得不得了 马上会吵起来的 如果一个人稍微说一点不好听的话 就开始动摇的不是一般的 心也动 身体也动 语言也动 所以有些人说不为世间八法所动的话 不能过于地赞叹 我也看过其他的有些上师 弟子也是给他写了很多不如理的一些介绍 这些真的没有必要 表面上不用说动不动 你一看他的行为看得出来 一听他的话可以 你今天诽谤他 明天听他的课 然后他就知道 诽谤我如何 肯定语言也开始动了 心也肯定动了 他就当你赞叹的时候 心特别特别高兴的 可能你吃中午饭的时候也是很有兴趣的 然后别人说你坏话的时候 你心里面也是开始一直波动 我想是所谓的世间八法不动的境界非常高的 因此对一般平凡的人 最好是不要有不为世间八法所动的这种称呼 否则的话 你看真正不为世间八法所动的话 就是到达这种境界 旁边有些人对你供养赞叹用弹枪法抚摸你的身体 旁边有一个人拿着刀子和斧铜看你的身体 你对这两个人一识同仁 根本不会有偏向 那么这样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称得为 这个人是真的不为世间八法所动的高声大道 可以这样称呼 因此所谓的世间八法不动还是比较高的境界 自己也不要认为我现在不为八法所动 这样的话八法的不动也是可以的 但是其他的父母也会吹动你的 因此作为我们这些除发行者 其实从内心深处没有生起如此真正无为的境界 远离世间八法所动的这样的真实无为的境界 虽然我们初学者现在可能在心里面很难以生起 做不到情愿平荡这些可能做不到的 但应该调整自己的内心 抛弃一切欢迎有数的分别念 这个作为我们来讲是真的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初学者 我们心的相续当中的很多烦恼症和所知症 还有一些稀奇根本没有断除 然后我们要到达像以前的真正的高声大道那样 像不为世间八法所动摇的这样的境界 恐怕在我们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很难以做到的 但是我们做不到的话 我永远都是不去调整 不去对他套战的话 这也是不太合理的 现在我们既然做不到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调整自己的内心 抛弃有时候对自己的亲朋好友 得到利益的时候生起欢喜心 然后对自己出恨的怨敌生起嗔恨心 像这些没有意义的分别念 尽量地断除尽量地去专心致志的观修专心 这一点是有为重要的 有为惯要 我们作为修行人将是真的 现在要平息世间八法 就像《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平息世间八法的话 恐怕有很多凡夫人是很难以做到的 但是现在首先要懂得过失 然后又懂得他的断除功德 这样以后我们心的相续当中 逐渐逐渐会喘息的 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他可以转变好人 只不过是暂时的性格非常难改 在这样难改的境界当中 不能长期这样做下去 因此希望大家在闻思过程当中 尤其是我们闻思一些大的论典 相当有必要的 你闻思一些俱舍论 大中观 大英明 让这些论典动达 整个对世间的希求自大而然会淡漠 就很淡漠的 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 这个人世间八法的念头特别特别重 但是你遇到了很多大乘的这些甚深的论典 我们世间八法的念头应该是逐渐减少 减少可以这样说 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刚来的时候 可能你目的还是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你逐渐逐渐好好在上师面前闻思 逐渐是自相续当中的 世间八法的念头还是会减少的 因此这方面串习 作为凡夫人 尽量地知道分别念的过法然后去串习 这样串习的话慢慢慢慢 撒迦各言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吧 只要世间长期的奋斗 在世间上没有一个不能战胜的 只要供佛生 铁盘磨成城是吧 对你们很厉害的 我都说这一点 如果因为佛法的缘故 使世间人垂浅于地 苦苦追求的妙语 以及享受等不弃而知 就应当与生命其过患的境界障众 既不欢喜 也无患的享受 他这里如果是为了弘扬佛法 为有些弘法历史上面有一些利益 世间人是非常希求的 他口水都要掉下来 特别特别羡慕的一些财产 你不是自己很轻轻地去希求 但是自然而然 过程当中获得的话 一方面你应该知道财物的过患 一方面无有欢喜心和无有忧伤心来享受 也是可以的 他这里这样讲的吧 我们有些法师 他还是发财很容易的 世间人是特别特别羡慕 哎 你看我是个活佛 我是个堪薄的花是多么好啊 你看我们挣钱是一点都不容易 你看你老人家很快的时间当中 只要他三个月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来 回来的时候有这么多的钱财 真的特别特别羡慕的话 那么你老人家是怎么样对待呢 你老人家应该是一方面要 经合论典当中所说财物的过失 你应该要懂得财物的过失 你如果没有懂得财物的过失 你看现在真的别人赞叹我一样的 我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确实是个所谓的大成就者 就是我你看成就这么多的财 我肯定是个大成就者 然后自己欢喜若寛 就是一直享受的话不行的 你应该一方面知道他的过患 一方面没有欢喜心和没有悠伤心的享受 也是可以的 他真的有特殊开许的 并时时刻刻也是受我们在前面再三全讲 以后还要凡夫论证地诸多过患 并且你时时刻刻都应该思维 现在我这个书生虽然是有一些钱财 我看昨天华智仁波切的一个传记 华智仁波切圆记的时候说的什么 可能有十几天的口粮 十几天能足够的口粮 然后有一个法语和博语还有什么 耿上求职他的传记后面写下来了 当时一方面当时藏地的生活也是很贫穷的 但一方面确实很羡慕 因为华智仁波切他一生当中 对宣讲一些财物的过患 他自己也特别自主少欲 耿上求职吧是不是耿上求职 他说有一次华智仁波切还没有圆记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过 如来要尊在圆记的时候 他要求旁边的人 你要到东方去提醒他 助念他 然后华智仁波切说 我的上师如来要尊在的需要这样助念的话 其他人更不用说 死的时候一定要旁边提醒他 要到清净刹土去 当时耿上求职说 哎 上师在世的时候可能给我教言 如果以后上师离开的时候 我一定要给上师提醒 你要到这个 因为华智仁波切经常去开极乐法会 他可能到西方去 他肯定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如果上师圆记的时候 我如果在世的话 我一定要提醒他 后来华智仁波切真实要圆记的时候 当时他生病 后来真的要圆记的时候 他说我身体要坐起来 然后坐起来一边入定一边他贪执 贪执以后马上要圆起了 这个时候耿上求职已经想起来了 心里面想应该说华智仁波切往西方去 但是他心里一直想 后来不敢说 他在传记里面说我心里很想 道理上也是懂以前上师提醒过 但是一直不敢说一直没有说 所以有时候他写的还是特别有 因为高上求职他表达能力很不错的 他写得特别好 后来好像华智仁波切传记里面说是 他前往东方刹土去也这样说的 好像我讲的可能是不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里面主要讲财物的过失 如果我们前面也已经再三地讲过 后面还凡夫论证的 然后财物的这些过失心里面一直思维 进而以梦里的厌离心千方悲戒 里面不倦地尽力将一切受用抛弃 一方面前面所讲的一样 你凡夫地要思维财物的过失 后面还要讲 因此应该以厌离心千方舍法 把这样的财富和这样的受用一定要舍尽 如果做不到 比如为了佛法而不得不享用这些受用 佛陀也是开许的 如果实在是做不到 真正为佛法离生上面还是其他很大的作用 你再三选择 再三选择 如果真正是为了佛法有大的利益 你去享受佛陀也开许过 没有过失 但是我们昨天也是讲的 如果我们这里现在依靠一些电器 这些的话有些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你看现在我们的状况也是 如果没有利用这些电器 恐怕很多人真的要 包括老弱病残都要去上师面前去听的话 恐怕现在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佛法用再多的财富也应该是可以的 对众生有利的 还对众生有利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尤其我们道友也是为佛法 有你昨天我都看到很多发心的是 对 其实上师你老人家讲完了以后 我现在准备电脑扔到水里面 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想摸了 再也不想接触它了 也不是这样的 只要对佛法 我看有些电脑没有的话可能发本没有办法递出来了 如果没有发本的话恐怕这么多的人 古代很多人都收写这些发本全部是用收写 我们那边以前寺院里面听说有一个大圆满 前行引导文的发本他们特别执着的 好像需要一瓶吗 还是什么的 我以前不是讲过吧 所以现在依靠这些电器 很快的时间当中我们发本也是出来 因此你们所有的人把所有的电脑扔到这里也不行的 但是依靠自相续当中的 昨天我们有些时候说的那样 自相续当中的贪嗔痴蔓延的话 真的没有什么意义的 不管是电脑 还是其他的任何财产 也是同样这样的 自己应该反反复复地思维 有些高僧大德他也是为了佛法这样也有开许的 但是说为佛法 现在学院全部都已经变成了电器 听课的时候也是用电脑 电视 没有电视的话根本就是 前一段时间有些道友也想花园卖电视机 也是有这种说法 这样的话真的不好 我们根本没有在电视里面演讲《入菩萨行论》 开启修行门凡根本没有讲在电视里面 我对电视还是很讨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了电视的话 很多年轻人在这个面前肯定做不做的 肯定要想看的 看的话不要说是年轻人 一些老年人 可能我们这里眼睛不好的 你看阿弥陀佛名号的出家人的话 一直一边插着眼尸 一边可能看着电视里面 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是我们宝贵的高义全部被抢夺了 特别可惜 因此还是寂静的地方 这些条件最好是没有 如果对众生有利的话 我们做一些光盘 这些也是有必要的 为了众生的利益而必须享用这些妙语 若能时时刻刻提起正念 并以发菩提心设置的方式来行则就没有过 他这里也讲了 如果这些财富一方便是要 时时刻刻地由正知正念来施责 真正对他执着没有任何事业来 以这样的正知正念来施责 另一方面 这些都是为了众生的利益 不是口头上说的 实际上真正能祈祷这方面作用的话 当然佛陀也是开许的 也没有过失的 但是口头上光是说为了正普众生的利益 为了菩提心 我一定要好好地看这些 肯定没有意义的 然后任何一个财产也是 在这里面主要是讲一些享受财产方面 因此我们修行人应该像古代的一些修行人那样 还是知足少欲 不要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是我们修行当中是最向往的 我们这个学院到目前为止在二十多年来 将近有二十六年还是二十七年了 半学以来这么多年以来 比其他的环境应该说在闻思修行上 也有一定的力量 然后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琐事 也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 因此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还是坚持一天的话 也算是对佛法做出一份贡献 因此所有希望个别道友 你们也是对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一些说话 可能对你们也是有一点心里有可能不复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我也是在僧众面前忏悔 但是最终的来讲还是愿意 但愿你们变成一个好的修行人 不要随着时间开始变成一个特别可怜的修行人 因为我们很多人抛弃自己的家庭 抛弃自己的工作单位 拿这里提法出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事情 既然你变成修行人的话 应该对经论路还是稍微懂一点的 让自己的行为如法 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特别特别的有希望 有很大的希望 因此我们目的应该为大家好 也并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强迫有些人 为难有些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念头 但如果你们反而觉得有的话也是无所谓的 因为众生的根基是千差万别 全部满足是谁也做不到的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和要求 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